陳部長還有工程會的許諸偉 還有我們在地的地方父母官林市長 還有各位貴賓大家早 剛剛鐵工局的簡報確實基隆新戰 確實是從今天要開始改變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1887年 我們所有的鐵路就從這邊開始 那麼我們在第二代其實只有四年的時間是木造 那麼1908年是第三代 那麼就在50年前1965年 大家覺得車站不夠用 所以就開始進行第四代的車站的改造 而我們現在使用的車站第四代總共有606坪的商業跟站務的空間 那我們新戰現在確實可以提供4200坪的這樣的一個站務跟商務空間 那麼整個新戰的改變其實是配合南港專案 所以我們的軍運跟貨運都做一些調整 那麼第五代可以說是一個新時代的鐵路很經典的一個旅客運輸的形態的一個車站 那麼我們這個車站為什麼會把一個車站變成一個北站跟南站呢 就是它結合成績的運輸跟通勤的運輸的形態 而我們的車站是用月台當作定義是地上或是平面或是高架或是地下 而這個車站的月台就是地下 只是它是一個鏤空的 所以我們叫半地下 它是標準的一個地下的一個車站 那我們可以了解現在的運輸型態 這兩天非常感謝我們地方尤其是我們市民 展現市民的優質的這個特質 這兩天鐵路是停止運運 那麼來做軌道的切換 那麼我們平常呢 我們可以了解大概平日就有132個列次 那假日呢 主要是扣掉尖峰的兩小時呢 大概有122 而我們都能夠維持啊 平均來講大概有8分鐘到12分鐘這樣一個時間 那麼有些比較離風帶的部分呢 比如說晚上因為我們是24小時 所以有些晚上的離風的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有到15分鐘 那麼我們可以了解其實這幾年來講 那基隆的新站呢 其實做了一些量變跟磁變的變化 那麼我們在整個運輸的型態其實最明顯 我們可以由兩張圖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一般來講是講旅客的運量跟我們的營收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呢 大概最高尖峰是27000人 表示它的量是有變化的 而平日的話大概是9500人次 而營收的部分呢大概是每天38萬 不過我們最高尖峰的時候 可以到119萬 那麼大概這三年都維持很穩定的成長 大概3.1%到3.9%之間 那麼我們這樣一個改變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麼說 基隆新站其實是往後退的 那麼它往後退了以後呢 它的主要的車站是靠廟口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我們叫南站 其實它是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基隆新站的中央車站 不過呢為了未來的一個發展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希望能夠把北海岸跟東北角的廊帶拉出來 那麼要拉出來的話呢 北站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停辦的軍運 停辦軍運的一個最重要的是 希望能夠結合我們的郵輪的這個發展 目前來講我們一年有50萬的郵輪旅客 那麼未來有80萬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的北站呢是靠港口 那麼讓所有的背包客自由行的這個 或是團結的遊客 能夠直接從這個鐵路的運輸來做 而南站的部分呢 由現在這個位置就是整個生活市區的一個發展 往後一退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港口整個一個面帶把它拉出來 所以後續的這個二期的部分 跟我們這個新的一個發展 對我們整個基隆市政府 跟我們基隆港 跟我們台北 台鐵的這個基隆新站 就會整個做一些改變 而真正發展一個大基隆的一個發展 那麼也利用這個機會 謝謝各位貴賓 那麼我們台鐵一定會更努力 然後帶給大家更方便的一個便捷的運輸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局長 局長請先回座 我出oles息 做運輸 製製製成大家